我想我們從1、2月開始 已經三、四個月的時間 其實都開了十幾次的會議 就著在五個地區直選的選區 也都區議會議 或者有些人說叫超區 以及衛生服務界 我們都能夠在各個區和界別 達成一個共識 可以舉行公民投票程序 現在公民投票程序 就會定在2020年7月11日和12日 星期六和星期日 早上9點到晚上的9點鐘 進行這次公民投票程序 就會讓民主派的支持者 可以由哪些人代表民主派 在9月由政府所舉辦的官方選舉 立法會選舉參選 作出他們自己的選擇 因應各個區所談的情況 最終決定那個名單的數目 大家如果收到新聞稿 那裡的表是有點錯的 所以我現在說回那個數字會準確一點的 九龍東呢 就會有五張的參選名單 就是會有五張的參選名單 這個投票之後呢 會得出五張的參選名單 九龍西呢 就是 是 代公民投票後才決定 就並非呢 現在列出來的那個數字的 是代公民投票之後再決定 港島區也都是 代公民投票之後才再決定的 新界東呢 就是七張的參選名單 新界西呢 就是六張的參選名單 區議會議呢 就是四張的參選名單 大家就修正那個數字 那這一次的公民投票的程序呢 就會由民主動力負責統籌和執行的 那一間 趙家仁先生就會講解民主動力的角色的了 那我們也委託了 香港民意研究所是負責設計 以及提供整個投票系統的 那而凡是認同民主派要在 今屆立法會選舉 爭取三席以上的個人或者團體 其實都可以報名參加的 可能一會兒趙家仁先生 可能講多一點有關整個報名程序 各方面的事情 那我就不特別講太多這裡了 那我就 我講多一點就是 很多人關心這次的公民投票程序呢 電子投票啊 紙張投票啊 各方面的問題的 那麼我們其實今次呢 那個系統是全新設計過的 同以前2014年 或者2017年 或者之前的 2018年那個的民主派的初選 那個系統都有些不同的 今次呢 我們就會是需要市民呢 是帶上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智能手機 去到我們現在在各個區會設的票站 那麼每個票站呢 就會有一個專屬的二維碼 市民呢 就可以用他自己的智能手機的相機程式呢 就可以透過那個二維碼呢 就可以進入到那個投票系統 那麼然後呢 他輸入他的個人資料 那麼我們也都問了一些個人 這個私隱的法律的專家的意見呢 我們收集的資料呢 都是最少的 所以市民呢 就不是需要輸入了整個身份證號碼的 其實只是需要輸入部分的申請號碼 以及身份證上的一些小量的資料 那麼就可以作為那個的記錄 那麼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防止重複投票而已 那麼然後呢 他就可以去到那個投票系統裡面 就會看到 相關那個地區直選的各個參選名單的了 那麼而在各個區裡面 譬如說在新界西的那些的票站呢 他們就會只是看到新界西那些的參選名單而已 他就不可以跨區投票的 譬如新界東的票站只可以投新界東 港島區就只可以投港島區這樣 如此類推 那麼投完這個地區直選之後呢 那麼他就可以投這個區議會議 就是超區那個的投票了 那麼這個就是完成了投票了 那麼完成了投票之後呢 其實那個投票程序還沒完的 他就還需要向每個票站的職員 拿到那個票站的編號 因為每一個票站都有一個特徹的編號 那麼然後輸入在他自己的智能手機之後呢 他的智能手機上面就會產生出一個二維碼 那麼然後票站職員就會用票站用的那個平板電腦 然後呢就去確認他的資料 那麼而選民呢就提供身份證呢 那麼我們就可以 可以驗證到他的資料了 另外呢也都要確保到 如果那位是一個當區的居民或者是登記的選民呢 市民呢是需要提供 隨便以下任何一份的文件的 第一呢就是他的住址證明 或者是過去由官方發出 關於各級選舉的投票通知 譬如說 剛剛11月那個區議會選舉 那麼他有一張剩下的投票通知呢 那麼這個都可以拿來證實他是當區的選民 或者呢就是在選舉事務署網站 他查證他自己的網站 選民記錄的時候的截圖 就是那個截圖 那麼我們的票站職員呢 驗證了資料之後呢 確定了之後呢 就會在票站的那個平板電腦 就按下那個確認制 那就完成整個投票 所以大家看看整個投票程序呢 跟過去的以前進行過的電子投票 有些不同的 我們都會在某一些的區 是會有一些紙張投票給市民用的 那麼因為我們都知道呢 有些的市民可能是不習慣用手機 那麼所以呢 我們都會有少量的票站 是設有紙張投票的 不過我們始終都希望呢 我們推動著這種電子投票呢 那麼都是盡量不鼓勵大家用 不過真的要用呢 我們都有一些票站可以用的 那麼十一、十二號投票之後呢 在十三號呢 民主動力就會公佈那個投票結果了 那麼另外呢 我們稍後趙嘉賢先生也都可以說一說 就是呢 有關那個的民調那個的安排了 那麼現在在除了這個公民投票的行動之外呢 我們也都會在8月18日到9月1日呢 也都委託了香港文言研究所呢 用電話抽樣的方式呢 是在就著每個區 即是立法會五個選區呢 就做至少1000個樣本 成功的樣本調查 那個知名度 即是那個支持度 各個參選名單的支持度 那麼我們估計呢 整個的 包括了公民投票 以及民調 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呢 大概是需要400萬的 那麼 那麼一會兒趙嘉賢先生也會說回 那個有關眾籌的情況的了 其實除了一樣呢 我們還需要很多人的支持的 包括了就是票站 剛才我們都說到 我們現在各個區呢 都在積極找票站 我們很希望呢 就是能夠找到一些黃店 是可以借出地方 用來給我們可以做票站 那麼其實呢 就在過去一個星期 我們都不斷在各個區裡面聯絡 那麼現在呢 其實都大概有十多間店 是答應可以做票站的 那麼當然現在還在一個過程當中的 那麼我們希望呢 有更加多了 你說目標我們能夠有多少個票站呢 那麼 那麼最理想的我們目標就是呢 452個區議會的選區呢 都有一個票站在當中 那麼但是呢 如果是一些的 我們要看看具體情況呢 因為有些的選區相當鄰近的 那麼所以呢 其實就未必需要 就每個小區都有一個票站 可能是合起來一個票站 也不一定 那麼這裡就要看看具體情況 那麼也都有一些區呢 可能是偏遠一些 也都未必那麼容易找到票站 不過我聽說連大澳都好像有機會有票站 那麼所以呢 就是現在各個區都在努力著 在找這些的票站 那麼我們希望就 起碼都可以去到 是200個以上的票站 但是這個都是現在努力著的 最後我也想跟大家說回 在現在的新的情勢之下 大家都知道呢 中央是直接為香港制定這個國家安全法 其實我們都知道 民主派的參選人 最後會被取消參與官方選舉的資格的風險 其實現在是非常之大 即使一些民主派支持的人 是成功提名成為一個官方選舉的候選人 其實都有可能 可能在投票日之前 這些候選人都可能被取消參選資格 雖然我也不知道他可以怎樣做 因為其實按法律我也看不到他怎樣做 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國家安全法現在好像是無限能力一樣 這個可能性我們都不能夠排除 令到可能受選民連在選票看到民主派支持的候選人都未必有機會 或者是當選了之後 我們真的贏到35加之後 民主派支持的當選員的議員資格 亦都有可能不需要等到宣誓 有可能在宣誓的時候大家會不會再出問題呢 可能不用等到宣誓都會有可能被取消資格 這件事我們都是知道的 都是準備好的 但是無論這個情勢是怎樣惡劣的話 我相信在香港仍然沒有放棄爭取民主的市民 他們都仍然會掌握著每一個機會 去表達他們追求民主的決心 其實我們都預見我們這次搞這一次的公民投票 剛才說7月11日和12日這兩天 會有在黃店 可能會在一些議員辦事處 甚至乎可能在街頭 都會有一些投票的安排 我們預見這個是會被一些不同政見的人士 甚至乎警察來去干擾 或者是最後可能是所有民主派支持的候選人的政治權利 都會在官方所主持的立法會選舉被剝奪 但是我們仍然認為我們需要讓香港人 有機會通過這一次公民投票的程序 在香港的社區實踐民主參與 當然我們不會愚蠢到提供一些借口給當權者 去剝奪我們的基本權利 但是如果當權者不顧廉恥 仍然無理地去剝奪香港人的基本權利 公道自在人心 歷史自有公論 這次的議辦 為了確保中立性 我們都呼籲一些朋友 可以幫忙做監票 確保票站的運作是中立 或者是做觀察員 去看看整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情況是不當的 我們很希望這次的選舉 這次的投票是公平公正的 或者我們都呼籲 更多一些黃店的負責人 可以借出地方作為票站 以及我們很需要一些器材 剛才提到在每一個票站 我們需要起碼四部的平板電腦 我們都需要做一些cloud sourcing 一些收集 希望大家如果有舊的機器沒有用的 其實我們用的五年內的機器都可以 不用最新款那一款 五年內的舊機我們都可以用的 可以借出來給我們做投票 剛才提到中籌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目標是400萬 也有不少朋友會準備參選 更加多的就是 將會參與這次的公民投票 我之前都有不同的場合都說過 希望這次的投票的人 是起碼達到 在區議會選舉11.12.4 投票給民主派的總數 大概有10% 在11.12.4 大概有170萬人 投票給民主派的候選人 在這麼多的選區 如果有10% 就在說17萬 但是也有些朋友走過來跟我說 戴躍庭你的信心太小了 似乎不是你的風格 以前你都是說大一點的 那我這次謙卑一點 我希望起碼有17萬 大人之10 但是可能真的不止這個數目 真的不止這個數目 所以我呼籲就是 各位 仍然有機會投票的 可以投票給你所屬意的人 可能是香港最後一次機會 出來在今次的公民投票參與 真的不知道去到官方選舉的時候 大家支持的人有沒有機會參選 你在選票看到不看到他的名字 我們真的不知道 在國安法這樣的陰影之下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無論你在哪個崗位 但是站在每一個崗位的人 我都希望大家仍然抱持希望 和相互信任 也都體諒在不同崗位的人 他們大家站的不同的位置 或者大家的想法 未必完全一樣 但是我們仍然有同樣的目標 就是希望香港能夠 最後有真正的民主 同心為香港的民主打拼 多謝大家 我們地區直選那裡 一直都有個數字 其實每一個區都有一個目標的 議席數目 新東是六席 或者有機會七席 如果我們成功的話 新西是六席 香港島是四席 九東是三席 九西是四席 所謂六六四四三的目標 除了新東可能甚至是七席 超區的是三席 或者是四席 可能去到三至四席的目標 已經是二十六了 現有的功能組別裡面 有七席的傳統功能組別 再加上區一 那裡又再加多八席 現在還有的 大家看看選民登記的數字都知道了 飲食界 文化體育界 工程界 以及建築測員界 這四個界別的新增選民的數字 都是不少的 所以你契約那條數字 我們現在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其實是有的 如果今天有看我在報紙的文章 我就說要用七七七破七七七 就是七成的登記選民已經達到了 七成的投票率 我相信這次一定高於區議會選舉 就是七成 還有的就是 我目標的不是回到六四黃金規律 我們要去七三的規律 轉變它 因為我相信有不少的建制派的支持者 對現在的國安法其實都是不滿的 怎樣去表達你的不滿呢 很吊詭的 就是投票給你以前從來不會支持的人 就是民主派的候選人 希望達到七七七 就是七成的支持民主派 那去的時候 我大貪一點 不是說三十五家 是說四十家的了 不過這個 你說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 當然就要靠香港人一起 那至於你說是 一些的本土啊 的朋友啊 他們 其實在過去這個協調過程 在過去的三個四個月 我們做的工作就是 連繫了 五個地區裡面的 差不多所有是有意參選的朋友 包括一些比較支持本土信念的朋友 其實只有熱血公民一個組織 清楚說是不參與之外 其他那些其實我們能夠接觸到的 都已經是接觸了 也都在那個協調過程裡面 是大家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達成了一個共識 那麼 那個的規範性呢 其實是有的 因為大家談的時候 是認同了 就是如果那個公民投票 結果 除了因為每個區有些不同 譬如九西 香港都要最後再坐在一起 談一談有多少隊 會參加官方的選舉 但是譬如九東就說了 就頭那五隊就會參選的了 那麼新東的就是頭那七隊就會參選的了 新西就是頭那六隊會參選 其他那些都承諾了 起碼就是一起參與設定遊戲規則的 所有的組織朋友都同意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信心 是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有規範性的結果出來的 是 這個承諾就是按各個區談協調的時候 就說如果不是 就是除了九西和香港島 我們要談出了那個最後出選的名單數目 可能是全部都入了都不頂的 就是這個有一個可能性 但是其他區那些就是 如果不是剛才訂了的數字之外的那些 就承諾是不參與官方選舉的 至於你說 就是說那個是不是逼出來的那樣東西 我反過來這樣說 如果不是中央的831的決定 也都逼不到一個 79天的佔領 如果不是林鄭月娥去 硬要推這個這樣的送中條例 也都不會有 一百萬人二百萬人走出來 遊行 到達也都不會逼到 是1124 有七成以上的投票 令到我們可以贏到三百多個議席 那我想就 其實 他的現象其實就是他自己所製造出來的 他在這裏的視線上 所以他在這裏面 我來看